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早晨 斯芬 早晨 美股 首先看美股方面 現在這次水場似乎都在關注一年兩日的聯署局議息 也在觀望議息結果 美股三大指數星期二是未升 道指升0.1% 到27,110點 標普500 升0.2% 到3,005點 納指升幅0.4% 到8,186點 三大指數都是比較微的升幅 沒錯 前夜時下跌 隔夜時做好一點 都沒有特別大方向 三大指數仍然在五十天線上 做過震盪情況 是的 很同意 都是要觀望議息結果和相關的言論 才可以主宰到 因為這兩日中港股市慢一點 我想主要是看巴威爾在議息會議後的言論 因為似乎減息大家都預期 就看看它接下來的息口和經濟的走勢 至於見到美股就微升 港股這個時候 亦都是輕微高開的 高開48點 開報26838點 嗯 繼續守回昨天我所說的 應該說 我昨天就不在了 是 一直以來講 26761就是較早之前的 六月份的低位 即是還能站得住 昨天失筆不到就能站到 這些為止 準確點是26761 暫時叫做站到 亦都有這樣的一個W型的雙底 有一個大型的W字型的雙頂 所以這些位置都是比較重要 所以繼續看著 如果26761都站到的話 又未需要看得過淡 不過如果真的站不到 那就要看看 其實呢 嘗試用藍色 有少少不同 和大家說 以前都是一個雙底 跟著就上去 現在又是一個雙底 跟著上去 但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個只是一個短線走勢 如果你想想 一個大頂跟著雙底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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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難保是第三個大頂下去 每一次每月浪都低一點 所以大家要關注 也挺有這個危機 但是我看到昨天也有些朋友 也想看看可不可以做淡 你又怎樣看呢 當然啦 失了才說 好像較早之前 你譬如有即可尋 這些時候 或者你不參考較早之前 有沒有雙頂的項線 你參考小雙底的項線 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以補充給大家 剛才是26761是重要的 現在再補充一個位置給大家 就是26291 是 其實26291 這個就是26761 簡單來說 你便當作是26700 26300 這樣的情況 嗯 我也覺得是 照顧目下 就是失賣這些位置 才可以 才開始做 沒錯 當日上去的時候 都重重跨過 儘管 等它真的有些弱勢 才去做淡 好 另外今天看市場的一個焦點 就是油價 連彈了兩天 就是今天最新的油價方面 就跌了 跌了近6% 原來沙地油廠的修復情況 比預期之中好 預計月底就可以恢復產量 比市場之前預期的年底修復快很多 令油價迅速跌 剛才看到兩隻油股在成間壓榜上 都低超過2% 所以真的不到我們不專業的人 就亂估計 已經維持多久 一支跳空高開的下影線羊竹 然後一支低開低走的大陰竹 昨天最低位幾乎已經補了裂口 所以當日如果看到油股 剛才看看 當日看到油股高開之後 無論是三桶油以至油伏 全部都是陰竹的時候 都是要小心 就算你真的有貨保持貨 當日我的想法也是這樣的 有貨保持貨 但未至於無貨就去追貨 否則應該挺慘 我們一直都自行 有貨可以留入昨晚上 我都記得還有人問 什麼是呀 我 GDP的免費 了諷 對現在就看看一次開市油走勢 沒有會不會追貨 現在如果lorico 的海油又低하게2.7% 在成交額榜上是883中海油和157中石油 兩種上了榜 你見到它雖然是回拖 但是它還有一個幅度給你 當日都開這麼多的時候 現在都未還一半 如果現在吃都可以 又這樣說 回頭其實這些板塊 都是全部弱勢板塊 現在你教預期還要早修復的時候 你沒有什麼可以搏 都算是教預期早修復了 沒錯 雖然也不是專業到跟你分析 究竟早修復代不代表今天修復 或是有一個星期油價升下 這些不能猜 但是最大的利好因素 可能已經是蓋到 不可以說蓋色的 蓋細了 所以有時炒股要快一點 反應 因為其實第一天 油價大升 第一天的ECC被毀 當日已經是比較高開得緊要了 沒錯 其實沒有彈力那麼強的 就是三百六宗石化 所以看到它本身沒有彈力那麼強 所以那個回吐 沒有另外兩隻那麼嚴重 現在還有輕微高開 輕微高開是0.4% 算是平開的 開股4.88 本身它已經 那我寧願選擇883 雖然它是回得不多 今天還可以升 386 但是人家起碼大幅高開 都有一個反應在這裏 利好的因素也不反應 利淡的因素也不反應 長期都沉底的 很弱 它本身就再弱小一點 另外那兩隻都說 之前有好業績提震 稍後再說 雖然你說這隻 今天都還可以高開 但是剛才人家883 都是還回裂口的一半 少於一半 這隻中石化不單止沒有裂口 現在還要還多過 沒有這件事發生那時 那時都未曾穿50天線 現在如果再下跌四格 穿50天線 是的 這隻本身就比較危險些 沒錯 看完三通油 看完幼服 2883 舉個例子 就是中海油田服務 現在亦是低開1.8% 不過它本身已經在10元頂 都已經壓住了 所以很快就隨著這些消息 再下跌 沒錯 如果消息沒得再炒的話 那10元針會更加知道 是它的一個阻力位 大家要小心點 除了油股油服之外 順便也要看一隻半隻 航空 因為當日航空插到瘋 油價突然升了兩成 看來又彈回 對 今天彈回1.7% 不過圖片都不可取 順便播一播 670東航高開1.7% 3.98% 1055南方航空高開2.4.87% 幾隻都彈回1.7% 沒錯 都是弱勢 就算彈乳不彈 都是低位 現在9點29分 我們去廣告 之後就跟大家答問題 和看開始 好 稍後見 好 回到節目時間 看到今天恆子方面 都是輕微高開 現在剛才高了四十幾點 現在升62點 布宜文龍仙854點 看來今天恆子方面也有機會 要滿局 所以恆子方面 看看有甚麼個股 就想看看 大家記得留言 Jason 說2369 是否都保持 做甚麼 無緣無故 2369 他有幾隻 2369 他有幾隻想看 有968 3969 780 想看怎樣 是否都保持 是 這隻其實都冷碗 但他就… 不過不知道 是否我四五天前說過 他說他接下來都出新機 還有那一天 起了一天 老實這些成交很細 即是比較短線炒作 對 還有他新機昨天出了 有甚麼人買 我真的不知道 我連圖 我真的沒有去追蹤 我根本不想知道 學派究竟出一部機 是否靚仔 還是有很多人買 自己研究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想他已經入貨了 我知道 自己研究一下究竟 唱不唱蕭 於是乎股價有否升 單以這隻股來說 首先我都會跟你說 留意到交投方面比較脆弱 還有三號指的重要關口 最好收一收 對 現在你先保持 沒甚麼動作 也站在這個位置 你說拍真場也不是 好 還有968和3969 是否放 3969 不要再問我 你回答他 968我都沒有說放 他想放 想就做 男人老狗 不要問那麼久 總之我告訴你 現在仍然在大洋燭樓上 最多是慢一點 說真的 市場都慢 這隻股份 不要說今天還未成功 昨天幾乎還在碰上 歷史新高 有甚麼值得走 它在水上上下下下 現在距離破歷史新高 從來都只差一線 過去這麼多天都是 就算昨天的高位都差一點破 這麼強的股份 我都不明白 想甚麼 可以繼續 至3969 你真的喜歡答就答 不喜歡答線數 我們就看看 Amelio 想看一隻27 我們真的要PASS Amelio 也放棄你 Jason還有其他 想看一隻780 這隻都多些朋友關注 如果27 Amelio就說 是否可以PUT 就好像 破不了下降鬼 54元 即是說突破不了 即是一直卡住的意思 一個大型W 以及留意 將這些位置 勉強連成一線 都很明顯 始終行業上 由年頭到現在 沒有數據好看 這不是一間半間的問題 是整個行業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是的 尤其是如果市場 都能夠落穿26,700 確實應該找些弱物 我經常說 強市就找弱物 再對體一點 強市就找强物 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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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算弱物 我覺得 是 所以自己考慮一下 現時是否太早 我覺得如果市場 都能夠配合 就更好 還有 又用回剛才那招 最後一支羊竹的理論 9月4日 股份方面 有一支羊竹 這個位置 那個位置的收市價 是51.8 不如如果後市 確認跌出51.8 才開始 林潑 現在是52 很快 差不多 接著 780 Jason 是否繼續 昨天也跌得厲害 跌了6% 跌至13.04 有甚麼原因 我昨天不在 純粹是 他們彈了一浪 有些獲利盆 即是預了14元 即是預到了 預了的 因為有衝一衝上14元 然後我看到 昨天大家都有問 我昨天就說 在前幾天的養竹底 13.04 守住了 看下可不可以站得住 看下可不可以收穩 在這個位置 最後就剛剛收穩 在這個位置 今天稍微彈一彈 對 今天平均叫做有得彈少少 看看有沒有機會 會頑強守住 13.04 所以就先保持住 另外大家留住 不過我似乎 因為剛剛藏了尷尬 去到那些位置 原來在13日大天 齊頭14元 即是上一上 之前我經常跟大家談 頂了12.76 這個位置 就當作雙底頸線 接著我就說 14元僅此 原因不要多說 到時穿了才說 14元回頭 有少少令人有些人覺得 真是沒有出息 現在還未死 只管看Vivian說13.04 多看一會 再看Facebook上11177 Bonnie想看甚麼位置可以進入 中國生物製藥 看到她在高位度回了一段日子 開始有起色 似乎在大桌上10.8庫 橫行6天 今天有些少人觸 有機會再看10天 如果這隻的話 因為我相信它夠強勢 所以你分駐 我不敢說 因為市始終可能比較黏 還有線位之類都未曾說 真是很漂亮 但我覺得分駐 11元一駐 如有回落再加 我自己先說 我會說不太阻止你去做 第一駐 但要分駐 你覺得呢 我覺得不太阻止 但如果你說 她未夠好的地方 就是看到 她這幾天都是十字星 沒有看到有強勁的買盤 今天也可能是 下一天未收市也不知道 看看今天會否有強勁的羊竹 這樣便會好一點 我還是寧願要強勁的羊竹 因為脫離了這一區才再說 對呀 11元 剛剛就在這些位置上磨 沒錯 儘管看著 我覺得這隻也值得去看 順便看看1093石藥 石藥今天也高開 低開之後稍微便宜一點 15.56 現在升降0.7-8 這隻也有少許洋燭 但都是那五六天的橫行區 是的 暫時都沒有特別大的刺激 好 接著就看看Alfina 777和763 是甚麼位置可以買的 網龍也是在這些位置上 貼近五十天線上下 這樣移動 比較橫行多一點 橫行車 不用急著 另外一隻763 會否比較多點起色 763其實都是 它近期在23.75 都看到正在回落 正在回落 我都覺得很通的 也一般 是的 這種走勢 W型 最好你不要塞回 這些大概是21元齊頭的位置 21元是重要的 現在有可能 陰下陰下 都會示範那些位置 是的 我看到三位朋友都問6030 Karen 未離開 15.68有貨 如何部署 另外有兩位 Anthony和Jacky 都是離開 想看看 可否進回 看到今天又有洋燭 是否這個位置找到支持 當然不是 先看看 上證現在正在升10時 2989 這兩天 算了 吃了就 你差不多八個先 你這樣也解懷 昨天就叫大家15.68走 現在15.76 其實Karen 還未離開 Karen 還未離開 吃了 我覺得都可以短線吃 趁大便吃了 現在十一國慶 國內放七日假 所以我相信以A股為例 五排除 可能他們都會 套現金 去過節 過一節 過長假 所以可能購買力不足 都未定 即管吃了就吃了 一個浪搞定就是 即管這樣看 跟大家分享 為何我昨天 都不在 在這裏 但都叫大家離開 可以先吃 例如你看看 在這一浪 我喜歡看小時圖 可能拿得緊一點 一路買的時候 跟大家十四個八毫八買 即大約在這些位置買 其實之後一路都是多頭 多頭 直到現在 其實 先穿了 即是說 我幫大家已經完整地吃了 一個這樣的框框 其後再怎樣彈 不關我的事 因為線已經不再多頭 所以 不要計較幾個先 Karen 吃多 我們幾個先 即是更彈多一點 其餘 吃了的 不需要馬上倒入 難道真的要吃了之後 暴跌 你會覺得自己吃得很適合 否則就要追回 不是 已經沒有了多頭 而且上陣看來 也是觸及到前頂 三四零四十幾點 都會有少許回落 暫時叫過一段落 好來好去 完美地吃了 Karen 還有一隻 867 9元入了 看到現在出了死亡交叉 想看看可以上網多少 他也出了死亡交叉 十天跌穿二十天 不過他也緩調了一浪 就來到八個八左右 就是在之前的大陽足收市位 是否有個支持 當時是 八到九號二 當著這些位置 差不多為止 是 想看上網 他也可以上網前頂 前幾天就陰燭的頂 就是九個八毫七 沒錯 保持住 再看高一點 問題 回答到這裏 我想有個板塊 揭發出來 今天升得又很厲害 這個板塊其實都不意外 又是李寧安答 兩隻都是升4% 你問為何 又是不意外 內地又發布 叫人做運動的政策 內地發布促進全民健身 和體育消費 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 提出了十個方面的舉措 不詳細說 簡單說都是那些 總之是推動這個產業 是的 於是乎 支持體育用品製造業 創新發展 大力發展互聯網家體育 很多口號 於是乎 今天安答 66元 現在升了3.1元 4.9元的百分點 2331理0 升4.8元的百分點 升1元到23.6元 最近在這50天線又能夠企業 如果這樣 其實它近期又是回了一點點 我記得之前有朋友問追貨好嗎 都說它暫時回到 在21.1元左右就企業 看到又繼續上 所以細頭上是否兩隻都可以 對 都是這兩隻 剛才我都扭一扭 313保性 都不可以升 仍然在跌 跌的幅度不多 算是橫行 站在這些位置 另外還有一隻1368 看看是否都沒有什麼氣息線 都是 其實本身都是在低位上橫行 就直接是 沒錯 大家自己去選擇就選擇兩隻 熱炒一點 因為這些口號都是口號 順一半 總之買一些一向都強的股份就對了 恒生指數升幅擴大到91點 6885點 繼續站穩267位置 這次時間多了 中午11點45分再跟大家見 好 到時見 拜拜